博奥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今天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世界大变局 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同时今年也正好是 博奥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 那么今年的年会 会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 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李思玄 思玄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你好 周韵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在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位于博奥亚洲论坛的前方演播室 从背景当中可以看到 远处的这栋楼 其实是咱们博奥亚洲论坛的 主会场国际会议中心 未来四天六十多场 大大小小的分论坛 就会在这里举行 包括20号的开幕式 同时我们说 今年是疫情中断一年之后的 这个博奥亚洲论坛的 再度回归也是20周年 所以说我也想带大家来看一看 今年的博奥亚洲论坛 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从我们的演播室走出去 这个演播室它的位子 是此次博奥亚洲论坛的 新闻中心 非常方便 一旦走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 一楼这边 其实是一个工作间 现在因为时间还比较早 所以说我们看 相对比较的空旷 其实这次是有 来自全球的2000多名嘉宾 包括1200多名的新闻工作者 会来到博奥 所以说今天议程 是从下午之后才开始 基本我估计到中午的时候 这里就会人头攒动了 而且此次的 博奥亚洲论坛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它是今年 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 所举办的第一个 以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的 这样的一个 国际型的大型的会议 我们知道在未来 其实中国会举办 一系列这样的 大型的国际的会议和活动 所以说此次的 博奥亚洲论坛 很像一个 很好的压力测试 我们其实来到海南 在海口机场的时候 就做了很快的 一个一分钟的核酸检测 来到这里 也有很多的 防疫的措施 包括 其实我背后 远处不远的 这样的一个 媒体用餐的区域 每一个餐位 都是有隔板的设置的 再来说一下 今年博奥的 第20周年 是设置了六大板块 其中包括像产业 变革 技术 合作等等 其中还增设的 两个板块 我要重点去谈一谈 其中一个板块 是关于一带一路合作 另外一个板块 就是解读中国 然后说到一带一路合作 下面其实也设了 四个大大小小的分论谈 其中会谈到 后疫情时代的贸易 谈到健康的 一带一路的合作 我也会主持一个分论谈 是有关 如何用可持续的金融 来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 说到解读中国 其实大家探讨的是 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经济的发展 怎么样去助力 全球疫情的复苏 然后有全球自贸港的探讨 和减贫的探讨等等 说到自贸港的探讨 其实我们不得不讲一讲 海南和博鳌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博鳌亚之论坛 20年的发展 它和海南的发展 密不可分 博鳌如今可以说 已经成为了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一块金字的招牌 所以其实在今天 晚一些的时候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大风 但是希望可以成绩 是我会搭乘上 搭有空中演播室的 咱们总台的4K 8K的直升机 从博鳌的上空 带给大家一个报道 那其实一方面 我们可以欣赏到 博鳌的美景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海南在过去 这20年来的变迁 好了 以上就是 我们从博鳌亚之论坛 这边的会场 第一天带来的最新的报道 接下来的时间 交还给你周晏 好 谢谢思权 从博鳌亚洲论坛 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 谢谢大家